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凭借超长时间战笔和超强女王气场自动散发出女主广环 夹在一群行男鲜肉当中女神是唯一的主角 男神们要靠各种方法手段来赢得女神的芳心 否则将吴远和女神单独约会 咦 等会儿这个节目的规则色字怎么咋看咋像皇上后宫选秀的桥段呀 就他吧 问题来了张伯子到底喜欢啥样的男生 小编通过抽丝波剑明察求好 终于锁定了一种类型 这都是张伯子平时不经意间流露出来选男友的标准 俗话处爱无极无喜欢张伯子 他必须得喜欢他的儿子们 这是首要 应情条件 其他都白谈 如果真的要找对象 如果不爱我的儿子 不管他多爱我也没有 如果从星座学人这么高深的利润速配一下 大魔戒强势插入成为首选那么万 所以魔戒也还比较顾家 他们30岁之前呢 我看到很多都是没有很稳定的 30岁之后呢 很姑娘 你们以为张伯子喜欢拥有发达兄弟 健美身材的男生 那就大错特错了 几乎男我最挑衍的 女神的口味可是很独特 还有就是喜欢耍帅耍酷 既然颜值爆表的 更要命的是没有幽默感的 那直接被pass没赏亮 把脚装这件很帅的那种 没有很幽默很嫩的那种 此外出生在香港的张伯子 竟然十分喜欢听东美话 看来东北男生很容易得到女神的勤赖哟 作为省控一族 又有好嗓音的男生 更会大大的加分呢 我最喜欢东北话 东北的男人好 东北的男人说话出来 真吸引我 我会踢 不管他多穷 我这块就是不好看 他的声音吸引到我 我孕了 所以声音好听也很加分 对 综合以上几点 摩羯座 美脊肉 不耍帅 有幽默感 还会东北话 具有这样特质的男生 到底是啥样的呢 小编快速搜索了一下资料库 对对对对 适合张伯子口味的 咚咚咚 居然是宋小宝 自打我进宫一来呀 就独得皇上恩仇 这后宫家里三千 皇上就偏偏从我一人 宝哥凭借克里独行的总义感 和超强接地气的风格 符合了不少粉丝的芳心 而宋小宝张伯子 私下也是好朋友 其实宋小宝心中的张伯芝 也是他的女神呢 偶尔朋友圈留个眼 你看给他嘚瑟的 互动一下就已经让他 兴奋的不要不要的了 我的女神要不回我 我是不是会很伤心呢 每次我只要评论了 他都会回 哎呦真好 而我俩在评论上 还能聊几句 我很开心 我的天 你惊到了吗 我知女神喜欢的 竟然是宋小宝 这一贯的男生 原来还想报个名 跟女神逾个会的小编 此刻已经心碎成砸了 只有东北话 这一场还勉强 可以搭个边 不知道小编先去跟宋小宝 想个东北按转 来不来得及 更心痛的是 就被他戏称为白板宋小宝 因此也迅速地记住了这个言 后来给小编起瞅瞅 这白板的宋小宝 到底长啥样 觉得你好像很白的宋小宝 摸抱我的人哪 太多了 话说小编用记得 太和金少年仔细看 怎么都觉得 这位腹白貌美的男生 根本不像宋小宝啊 在张博之心中 莫菲是心中又小宝 看谁都要宋小宝 真是认了个大幸 好了 更多精彩都在本周六 上午十夜上线的 女神的选择节目当中 别忘了支持收看哟